那老公会有感觉出了这个差别 流连忘返耶 五星好评 真的吗 因为像我其实是已经有年纪的 中年妇女 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 保养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还想再生第二胎 男生对于爱保养的女生 因为像我老公自己也蛮爱美的 所以我觉得他看到我的状况可以维持 其实他也会替我 觉得很开心 当然他也会似有若无地提醒我一些 老婆最近好像肚子有点大 没关系好像也蛮可爱的 但这种看似在赞美 其实实际上在 提醒你的话语 我们是都有听进去啦 对 我是不会生意 但因为我很喜欢我老婆蛮诚实的 因为其实我会很怕有一些人 可能就是会说都没关系都没关系 可是其实内心非常的在意 所以我觉得其实育儿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也会让相对的 会让夫妻间会有一些摩擦 这我觉得是肯定的 那天又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女儿之前在学走路 那你知道小孩就是走两步 然后就会跌倒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我老公就在我女儿跌倒的时候 然后就说 你干嘛推他啊 我说 天地良心啊 我怎么可能会推我自己女儿 他就说那他怎么会跌倒 就是会有住这种小事情 会让你想发火 对 一定会有摩擦 不可能没有 但是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 一定会比不开心来得多 因为我女儿就是那天他不吃饭 然后就在那边闹嘛 然后我就说 妹妹怎么可以不吃饭 然后他就对我笑 笑到就是眼睛都眯起来的那种 我说好 那大家都不要吃 这样 就是 我觉得我是当妈妈之后 更多的耐性 对 跟更多的包容 她现在想当妈妈还是找爸爸 讲到这个 我真的是 我女儿先会叫爸爸 然后爸爸叫得很顺 所以我这个妈妈就会每天问她说 爸爸还是妈妈 我承认我自己也过分 然后我女儿就说 爸爸 然后我就说 妈妈再问你一次 爸爸还是妈妈 我的语调已经变了这样 然后我女儿就说 爸爸 就我女儿也有情绪 然后我就说 到底爸爸还是妈妈 然后我就声音就有点上来这样 然后我女儿就更大声地问我说 爸爸 我就说OKOK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我老公就很开心 然后我非常开心 其实我本来就预计休息一年 因为其实我是剖腹产的关系 医生也会比较建议让身体有充分的休息 我女儿真的好棒喔 生女儿怎么可以那么开心 有考虑要生了吗 太年轻不好意思 老公会感觉出那个差别 应该讲说就是说 你至少不能退步吧 就是你的基本分数不能掉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的基本分数不掉 我们还可以再往上提升 自然而然对方就有这种开惊喜包的感觉 你知道就说啊 竟然里面这样 因为你不能什么 冲到笑去的是不是 很多人就会形容嘛 说什么虚无缥缈 然后变成外太空啊或什么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过说 你跟一个女生这样讲 会造成他心里面很大的伤害跟臭 就像你不能对一个男生说他 对 对对之类的对 女生我们也是很在乎这些事情 因为老公还是有 现在也就是保持着开惊喜包 五星好评 真的吗 哇 可费很 看完惊喜包的时候 他有没有称赞什么部分 一定要称赞的啊 流连忘返耶 对啊 你都讲流连忘返了 因为你不能 年久失省 怎么又出现这种奇怪的事 其实你那天亲密保良很重要 那你有没有想过 在女儿几岁的时候 就跟她传递这样的观念 我当然会想要尽快几早 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老公可能不会让我女儿出门 因为我那天有问她的时候 说妹妹几岁可以谈恋爱 她本来说八十 现在好一点说六十 不是 她在说真的还是假的 对 我说妹妹几岁 可以出去跟人家交朋友 然后她已经眼睛里面 已经冒火了你知道吗 对 所以我女儿就是 如果她可以出门的话